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預測有變價 估計秋台 秋天的颱風 路徑存在變數 當中有預報更說有機會出現回馬槍 不知道會不會是直逼珠江口 最新的秋台預測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秋台難料 天文台估計路徑存在變數 當中有歐洲電腦預報出現回馬封 即是說這個封 有機會回頭直閘這個珠江口 問題到了西北太平洋有廣闊低壓區正在發展 天文台今天10月19日表示 它的未來幾天逐漸發展 並移向呂宋以東海域 但隨後路徑存在變數 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 未來10天 南海或西北太平洋 將會有一至兩個颱風伸成 並可能對中國南部海域帶來風雨影響 根據天文台總結 各個的電腦預測模式結果 歸納三個移動路徑的可能性 除了向北移向台灣以東海域 另外兩個都會進入南中國海隔 以後者可能性較大 天文台地球天氣網頁顯示 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最新的預測結果 更加顯示 那個熱帶氣旋可能在移至海南島東南的時間 會來一個回馬昌 轉向東北移動 在10月28日至10月29日 吹襲香港所在的珠江後一帶 不過電腦系統預測結果 未經科學主任人手調整 所以只可供參考 天文台九天天氣預報 也顯示 10月28日本港吹北至東北風 4至5級 尚未見到更大風力的預測 科學主任也說 在秋天東北季後風與熱帶氣旋 會產生微妙的相互影響 令到秋台不論路徑和強度 都會有較大的變數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秋台的路徑難料 威力都難料 據報最新的情況 是有歐洲電腦預報系統 顯示 估計10月28日 10月29日 這個颱風 有機會突然間來一個回馬昌 直閘香港所在的珠江口一帶 現在還在等香港天文台進一步分析 以香港天文台的預測為準 令B商各位網友都要多加注意 身體健康多點飲水 尤其是今天又破紀錄 是年內最酷熱的一天 其實近年的天氣 認真奇怪 來到10月 都還是好像夏天一樣 另外也說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警方拘捕了三個騙頭 包括兩父子 涉嫌在微信群組裡 假扮內地的幣箱 騙太達幣投資者 100萬元 另外問題到 警方在10月17日接獲 一名46歲的男子報警 說他早前透過微信 投資群組 認識一個自稱是 內地加密貨幣交易商的人士 並與他正常交易了四次 是一個太達幣價 一共價值140萬元 其後受害人當日按指示 在一個自稱為中介的女子陪同之下 到觀塘一間辦公室 第五度交易 當受害人將100萬元現金 和電子錢包連結 交給一個男子 試圖換取等值的太達幣時間 男子聲稱已經將太達幣 轉帳到女中介提供的電子錢包 並懷疑吩咐他人將現金帶走 受害人懷疑受騙 於是報警 人員接報到場 經初步調查 拘捕該名56歲本地女子 還有53歲的本地男子 經進一步調查過後 人員在10月18日 觀塘區 拘捕另一個29歲的本地男子 三名被捕人都是姓蔡 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捕 據悉被捕的男女互相認識 其中兩名男兒犯 都是父子 他們已經獲准保釋後查 需要在11月中向警方報道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兩父子齊齊做騙圖 據報就扮成 內地的幣商 在微信群組裡騙人錢 說釣大魚 頭四次正常交易 金額都很高 合共140萬 來到第五次交易100萬現金 露出狐狸尾巴 聲稱把太大幣已經轉交給女中街 估計沒有這回事 結果那個懷疑受騙的人 就報警 警方抓了兩父子 另外也說這宗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多次非法擴展營業 真美方串銷店釘牌 他們在IG發貼文 就說感謝支持 有緣再見 問題到了 長沙環串銷店真美方持牌人 因為非法擴展營業範圍 多次違反食物業規例 食物環境衛生署 在今天10月19日表示 那間店舖被寄滿了30分 即日開始已經被取消牌照 是需要即時停業 真美方日前在社交平台 已經宣布 星期五 10月18日 是最後一日營業 就說感謝各街坊朋友多支持 會努力尋找新地方開業 就說有緣再見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相關的店舖被指和非法擴展營業 令邊商估計不少街坊 喜歡吃這間店舖 才有這麼多生意 不過 相關的店舖被指和非法擴展營業 最終被釘牌 相關的事主就說 希望再找新地方能夠再開張 另外亦都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九龍灣電單車 使經油污 線泰倒地 鐵騎士 手腳拆傷 問題到 今天 10月19日早上11點40分 一名男子駕駛一部電單車 沿九龍灣雲照道行駛 右轉常移道的時間 疑似受到路面的油污影響線泰 當場人養車回 鐵騎士 手腳受傷 剛好有交通警員經過 即場參扶事主 返回行人路 坐在花槽邊休息 他表示被外傷拒絕送去醫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真的沒有仇報 不知道誰留下油污在第二面 令鐵騎士線泰自己炒車 幸好有交通警經過 扶事主返回行人路 事主拒絕送去醫院 另外亦都說熱話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70年代的長牛首次出巡 深圳客4歲坐過 過後就變成香港的巴士迷 由運輸署舉辦的國慶75週年 巴士巡遊期展覽 在今天 10月19日開始 一年4日在汪仔維園舉行 巡遊車隊一共8架巴士 約束11點鐘開出 有多位官員搭這個開逢車 壓續的70年代 丹拿伊營的長牛最為觸目 是1991年以來 首次以圓營出巡 沿途不少市民駐足打卡 有深圳遊客特別來看巴士 他就說4、5歲來過香港的時間 坐過這間長牛巴士 自此就鍾情香港巴士 今天專程參觀懷緬童年回憶 還帶著巴士的牌來拍照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並說近日圍園舉行巴士展覽 令B商這間長牛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坐過 舊式巴士 據報有不少市民特別專程去到相關的展覽打卡 另外也提到這宗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將軍澳的雍鳴院男子高處在下 撞外牆石膊墮地死亡 另外問題到了 今天10月19日清晨6時11分 將軍澳的雍鳴院潤明閣 一名男子由高處在下 倒臥地上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證實他當場不止 警方在場調查 事主73歲姓肖格 雙遂事主從一個單位到下 撞到一樓外牆石膊 身體分開兩節再著地 警方現場有檢獲遺書 事主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據知事主有身體病記錄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怨死隻安息 據報事主73歲 另外墮樓期間 撞到一樓外牆石膊 身體分開兩節再著地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